小勒去回東港的交通船 就像海盜船跟著大浪起伏 右上右下游客嚇到尖叫 人潮爆滿就像逃難回本島 發布海陸颱風警報 海向更差了 屏東東流線臨時宣布 三號星期六全天停使 最後兩班船從小琉球 東港來回蘇運旅客 不光小琉球等船游客多 連在東港游客也抱著希望 能夠恢復船班 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可能就改期吧 我們先回去開 琉球還很多人沒回來 船長回報說 海上的風浪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頂多再開一班 考量海向東流線船班停使 另外出現海上大浪的 還有屏東加勒水達到三米高 沙達插上紅旗警戒 下不了水丸游客旁邊關浪 很明顯風變大了 風沒有那麼大的話 還可以再來採採沙灘 會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而且今天實際的風浪 也比昨天還大 海風環流來勢洶洶 高雄市區刮起大風 反覆吹啊吹 全先綁起防臺 台南也遭到搶風肆虐 光是二號三號兩天 就有二十二株露樹倒塌 干測整潮路 全部修剪樹枝 全臺防臺 假意在下雨前出現 雙道半弧形彩虹 就在高鐵大道前 也讓民眾在颱風天 看到氣象萬千的小驚喜 記者嘉義屏東綜合報導